普悠玛6432次列车出轨事故将满两周年 台铁在台东火车站旁 特别设置普悠玛事故纪念公园 但是当地普悠玛部落族人却认为 纪念公园不应使用普悠玛部落名称来命名 向台铁表达反对意见 而台铁局副局长也特别拜访南王普悠玛部落传统组织 希望透过沟通让双方能取得共识 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意见做一个交换 可能就是我们当时没有注意到就是名称 对族人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必须往后再做这种事情要更细腻一点 台铁强调设立普悠玛事故纪念公园用意 不仅是要作为台铁营运上的警惕与教训 同时也提供受难者家属随时亲人的场域 目前计划在意外事件满两周年启用 但主人却认为公园名称因标示清楚 让部落与事故有所区隔 开头是普悠玛台下这些事故 都是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部落发生 那些普悠玛号列车事故公园 那个很简单 人家一看就是普悠玛号 就是那个火车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何不我们就把变成一个 普悠玛列车 不要用事故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普悠玛列车是一个车子 纪念公园该如何命名 双方经过两个半小时讨论 台铁局与部落族人仍没有共事 而族人认为还需透过部落会议 来决议部落共事 这公园名称就是等部落去讨论 就两种选项 一个跟部落就完全没关系 我们就取另外一个名称 那如果部落希望积极在这个事情里面做一个参与 那我们就可能会换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是由部落来决定 台队局表示 由于名称还未定 今年公园启用时间也将会延后 也期待双方尽早达成共事 让公园能顺利启用 原始新闻本期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台东市